大家好,今天9月18日星期一 我們會看看近10天的資金流和成交金額 基本上大市成交開始逐步催多 希望可以跟著多一點 北水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多橙色 但是這幾排裡面都是有入,有入,有入 出,又出少少,又不是出得太多 所以累積來講,北水應該是增加了 好了,再其次我們看看 北水的時期中就很簡單 這裡就有出,加加慢慢 這個就減了這個,還有一剩 這個肯定已經不夠人家那麼多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累積之後 這麼多紅的,減了兩個六的 即是收工,北水是剩多了 大市成交亦都見到是多了 在上星期五,去到11000億 這當然牽涉到有些指數調整,變動等等 大市的資金流方面 你看到除了減了之後,基本上這個都是紅色 即使資金累積起的市道 似乎開始增加了 根本顯 относ 87cc 小倍 你老是什麼樣子 這、沒有問題 順序收入,因為這些配股問題等等 中而中基本一直都向好 那美團儘管幾乎 entry liberal 旅童窗,大一小股 那些是必問多了 因為它咸魚斑山 建行其實由8月22日到2月上升了10% 這些靜悄悄悄的東西 至於資金給予這個流出 前五天就流入87億 今期五天就流入88億就打和了 這些就是炒盤 再其次中國企業方面流出多了 南韓國企業流出幾乎打和 中國海洋石油雖然流出 不過還是有剩 反正中國石油流多了出去 這兩個星期也流多了 所以這個就需要留意一下 沒法了 因為它已經派息 派完息之後就散邊 好了 再其次的事 我們看看這個什麼呢 我們看看就是北水整體 幸好這兩個星期還有一些流入 這個硬是藏眼的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你流出這麼多 真真正正正要留意一下 不要緊 慢慢想 今天能夠有代升的版塊是不多 例如農業產品 農產品多了之後就很簡單 因為有幾隻東西 一、兩隻東西就是什麼什麼 紅狗果品 一聲就升了上去 即是它升了上去 不是價格升了上去 比例升了上去 一毫子升了到兩毫子 那些是100% 那些是沒有什麼幫助的東西 其他這些 你看到黃金 始終都站在這些位的位置 就不要管它了 那再其次 我們看看 個別的是股票方面來說 是十分之不好看的 那基本上都是綠的維多 綠即是下跌 那紅狗果品升 你看它升了20% 帶動了整個農業產品的上升 那即是它升了多少呢 它加了就是 加了一個是一元的雞 那然後就再其次 就是這些都沒有什麼好看 好了 那沒什麼好看就看大使 大使又是很不爭氣的 上去之後下來下來 那於是這個就可能 希望啦 希望啦 暫時就在這裡 在這個保力加通道中 續一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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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暫時還是守住 在18,000的水平 18,000的水平 就是不要跟我說 有什麼原因會守住這裡 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 其實就是 好友 你又不可以推它上去那麼多 因為暫時真的沒有太多利好消息 就是淡油 你夠膽你就沽咯 那給人家慢慢是一定在下面收貨的 我覺得這個收貨格 別人不是追 散匯就到了 那就算是 這下有什麼 Rust 點了 Mana 我覺得是收貨格 那 了 那 看看 可以去 看看有什麼事情可以留意了 現在 留意一隻黃黃醫藥 這幾天都有醫治資金的流入